还要来关心的是27岁的苏信单亲妈妈 13号傍晚开车载着3岁大的儿子 在行经中山高北上造桥收费站的时候 突然失控自己撞上了内侧护栏 导致母子俩被抛出了车外 男童到院前当场死亡 而母亲的脸部身上则是有多处的重伤 警方初步调查可能是这个女驾驶 没有系上安全带 而坐在后方的男童虽然有系安全带 但是并没有依照规定乘坐儿童安全座椅 才会因此不幸的抛出车外 造成了相当重的一个伤害 那么到院前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